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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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我們要跟同學報告 我們剛剛提到的 《哏內》的一個教學 另外是 《奧斯北的有意義的學習》 《奧斯北的有意義的學習》 它也稱作《接受式式的學習》 它主要的是在学科知识的一个传递 最主要是学生在接受大量的知识当中 它是一种有效力 是一种有效力的方式教导给学生 那当然欧斯贝有提到 所谓的学习这类型可以分为两类 一个是有意义的学习 一个是机械式的学习 所以有意义的学习是说 学习者能直接到新的学习内容 和它大脑原有知识之间如何产生连结 能将旧有的知识跟新的知识产生连结 这样的学习才能内化成自己的一个认知的一个结构 比如说这样有意义的学习当中 我们要学习杠杆眼里的时候 我们会让它相关的经验当中 比如它有些做悄悄版的相关的一个经验 它从做悄悄版的经验当中 如何到学习杠杆眼里 这地方里面它实际上能产生所谓的新旧知识之间的连结 那机械式的学习就是说 学习者它无法将现代的学习内容跟旧有经验产生关联 比如说一些零碎的知识 没办法跟自己认知的结构产生连结 比如说我们学习音标 学习字母 当然它把学习类型 分为有意的学习跟机械式的学习 通常我们的知识的学习当中说 介于两者之间 它并不会说 这就是有意义的学习 这是无意义的学习 比如说我们背九九惩罚表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让学生先了解 它变成一个有意义 当你背着这个地步的时候 就是属于什么 机械式的学习 在有意义的学习当中 欧斯北提出了一个概念 就是所谓的前导组织体 那这个前导组织体的概念当中 就是我们如何将所谓的东西 在新旧之业之间产生连结的时候 如果新旧知识之间 它的学习之间的一个 我们讲之间差距的很大 那可以怎样的处理 它就是说我们提供适当的前导组织体 它就是让我们产生新旧知识之间 也就是说我们经验跟所谓的心知之间 能产生连结 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当我们要教导杠杆研理的时候 我们用什么样的当作前导组织体呢 我们用悄悄版这个 学生有做过悄悄版的这个习惯当中 是引导学生去学习 那前导组织体的架构当中是 引导学生相关的概念 它相当一个 我常讲它相当一个桥的部分 让新旧知识产生之间的一个连结 那欧斯北的教学里面 它就是老师如果提供适当的研究 那个圈导组织体 帮助学生 学习 那教学的部分老师必须要把材料 组织成一个有系统 有结构的 学生才容易学习 我们介绍完直接教学后 我们继续介绍 以学生为中心和建构主义 起向的教学 建构主义对学习的看法 实际上建构理论 或建构起向的学习 它的基本概念是 如果学习者想把复杂的讯息 变成自己的知识 他就必须发现这些复杂讯息 加以转换 也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个学习历程中 学习者是一种自发和主动的一种学习 教师无法直接把知识传统给学生 而必须由学生自己去建构知识 建构主义的历史根源 建构主义事实上它主要是 研制于皮亚杰跟Vygotsky 他们强调学习是有其社会性 并建立在混合的能力 学习的团体当中学习 那当然社会 这些里面有几个重要的一个概念 所谓的社会学习 我们刚刚讲说它是一种具有学习性 儿童是透过 与大人或更有的能力者的同才里面 互动而产生学习 让有能力的学习者教导 没有能力的学习者 让大人去引导学生学习 在社会学习的部分 那在整个的一个学习的部分 在哪里进行呢 那Vygotsky的看法是在一个 所谓的进策发展区里面进行学习 所谓的进策发展区就是所谓的 有人把它称作潜在发展区 也就是说在老师指导之下 孩子能学习的部分 他既有学习的一个潜能的一个区 在这地方可能学习的范围之下 就是所谓的进策发展区 在建策发展区这个概念里面 那当然建构主义的教学里面 还有来自一个所谓认知协途制 那在所谓的认知协途制是说 它指的是协计者与专家互动 这边所谓的专家是指在这方面的知识 比儿童棒的 比儿童好的 就是说它这方面就是比儿童更多的当中里面 在这样子的互动历程当中 儿童协会 也就是说可能是这个专家可能是成人 也可能是年纪较大的协计者 也可能是教有能力的同侪 在许多的职业当中 我们看到很多的身手透过协途的历程当中 跟既有这方面专长的人 学习当中互动过程当中 而学习会这样子的一个历程 那当然这个历程当中是透过了 有经验者的提示跟回归 对没有经验者的提示回归当中 使它渐渐的协会这样子的一个知识 那另外一个部分 在社会学习的一个历程当中 它是一个中介的学习 也就是说在一个真实的生活情境当中 或在真实的作业当中进行学习 而这样子的一个情境当中 可能是复杂的 可能是一个比较难的一个工作 而专家或者说有经验者提供给写生 或提供给初写者帮助协助 让他去完成 或者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的工作 就是我们所说的中介的学习 接着我们提到的是 在整个一个见过学习的历程 可能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处理的模式 所以由上而下是指说 学生在学习解决复杂的一个问题当中的时候 他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能想出或发现出 该解决那个问题所需要的一些基本的一个技能 举例说 好 当我们要求学生学习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可能要求学生先把他所想到的写出来 其次我们才会要求学生 学生拼子文法跟标点符号等 比较属于比较下面的技能 而整个的学习的一个历程 写作文的历程是一个由上而下的部分 不是刚开始写作文的时候 我们先要教学生生子标点符号 这样子 然后再次才写作文 而是说当我要学习作文的时候 我们所关心的是说 在这个地方里面 学生先能写出来 其次才要求拼子跟文法的部分 再举例说 当我们教导学生数学的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说 好 一个盒子里面有四条蛋卷 一箱蛋卷里面有十二盒 那请问一箱盒子有多少个蛋卷 好 我们解这样子的一个 教导学生这样子的数学问题的时候 我们不会一开始就教导学生久久惩罚 而是要学生 遇到这样子的问题当中 他如何的去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他是一个由上而下的一个模式 合作学习事实上是建构主义里面 他常常大量使用的一种学习方式 在理论上他希望如果 学生能够彼此的讨论 他更容易发现他们所理解 更困难的一个部分 当然合作学习的部分 他主要的概念是 源自于Vygotsky 跟PR 对认知改变的一个看法 他认为 这些学习者认为透过同才的示范 跟适当的一个思考方式 透过同才小组的讨论 能了解他们的困难在哪里 他们的错误在哪里 那这样子的一个学习过程当中 他知道他的困难 也直接做他的困难 那接着透过讨论当中 发现自己的错误当中 在同才互动当中所进行的一个 学习的一个方式 一下我们还会在 就这个部分再加以介绍